词曲 李宗盛 请到深处死死牵挂 不知你是否能应答 一别多年你还好吗 时间总让我生起 那些曾经 历历在目有的伤心 幸好还能遇见你 忘了结局 不到最后不放弃 两个人的故事结尾 不一样的滋味 谁能左右对不对 两个人的开头很美 错过未必般配 也许是天生一对 也许是天生一对 不是天生一对 临时有应酬走不开 你先自己吃吧 没事 你晚上少喝点酒 喂 妈 小白啊 下班了吧 吃饭了吗 吃着了 吃什么呢 我在喝鸡汤 那个一鹤妈妈 把我照顾得挺好的 那就好 不过你也不能大补 不过头了 对你和宝宝都不好 你得跟你婆婆说 知道吗 知道了 妈 你就别操心了 你最近身体好吗 我挺好的 最近跟其他老师调课 抓紧把我的课 多上一些 等你生宝宝的时候 我就去深圳照顾你 妈 我月份还早着呢 好好好 行吧 你安心吃饭啊 嗯 妈挂了啊 嗯 好 拜拜 服务员 服务员 好 您好 您好 来 给我来蛋炒饭 好的 打包 打包啊 好 好 您稍等啊 这孩子够可怜哪 我还真一个人还在外边吃 好 您好 爹 好 您好 我回来了 妈 回来了 妈 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我们单位部门聚餐 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那也好 那那个桌上的菜呢 等一鹤回来的时候 热一热给他当夜宵吧 这孩子呀 说了晚上回来吃饭的 饭都做好了 他又去陪客户去了 真是太累了 以前在丰盛也喝酒的 那一样嘛 在丰盛的时候 都是别人看他的脸色 甲方替他喝酒 现在可倒好 天天看别人的脸色了 妈 我放在这里的那件衬衫呢 什么衣服啊 都在这儿呢 妈 我不是说这件衣服 等我回来再洗吗 等什么呀 都是顺手的事 这放到洗衣机里 搅一搅就不就得了 给我吧 你先歇着 我去晒衣服啊 干啥 老管啊 今天多亏你 一通输去 给他们砍晒了 不对 多亏我技力 临走时戴上你 反正 谢谢你 我给老周打个电话 报个席 喂 四姐情况怎么样 周总啊 成了 明天客户去公司 谈具体进程 好样子 四姐 这仗打得漂亮 咱们公司啊 好样子 那管一鹤 是科班附身 大了品财 大了经验 这截然有啊你呢 那你 那都是丰盛修炼出来的 要是论实战经验 你比他强多了 来了这么久 他这一直停时不前呢 我想明白了 这个平时啊 我就不按套路出来 这提班人 我也不能按套路来 你给我盯紧了 说不定这管一鹤 以后就是你的下属了 这干得好刘 干不好全队 都知道我很看好你 你比那个管一鹤强多吧 周总啊 这信号不好 要不惯了呢 周总 我 我会努力的 一定不会做得不好 这管老师也在呀 好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也好 我这就是为了鼓励你 我还有事 再见啊 我给你一份名单 截图罚你 你不是要开拓珠海市场吗 这帮人啊都是珠海的 虽然不是什么大公司 但草原再小也是肉嘛 没想到我已经沦落到了 要吃苍蝇肉的地步了 没想到我已经沦落到了 怎么还没回来 天天这么晚 一鹤 小白 你怎么在这儿 你又喝多了 喝了一点点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等你啊 我等你啊 不用等我 听着你以后不用等我 我自己会回家 你上一天班也够累的了 我送你回去 给你回去 还是我扶你吧 你不用了 我帮你拿东西 不用了 这什么东西啊 送你的 你的最爱 是游戏机 我 我好久没玩过这个了 你又干嘛送我这个啊 是我生日吗 我说 是你生日吗 对不起 我 我忘了 不是 不是 我就是看你最近太累了 想让你开心一下 谢谢老婆 我很开心啊 最近很开心 我没事 老公 我就是想告诉你 不管多累 我们都还有彼此 一定会越来越多 你还不在买 事情我都知道 是你 我吃 严子 我就看你 只能好好吃 我爽东西 我做得很好吃 你 有人 心里好的 对 你回来 1000 你可能要 你吃什么 你都吃什么 你这边 我可能会 吃什么 我会吃什么 你吃什么 进了这么多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 没事 你不用管 一鹤 我那儿还有五万呢 你不是说 老周那里虽然每月工资低 但是分红高吗 真的不用担心你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安心养好胎 其他事情有我呢 有你 有你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自己瞎猜不累吗 一鹤 你不要总觉得我小 既然决定是我们俩 共同做的 那出了问题 也该咱们俩共同承担 我明天去珠海 就是带项目去的 到时候就有钱了 真的 我累了 我先去洗澡 来 这个 来 这个 是吧 我能治靖吗 稳 tror dost you 是吗 我财了 妈 您不用操心 这事我们能解决的 什么事 这件事你们怎么解决呀 妈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虽然怀孕了 但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还是可以做的 以后衣服就我自己来洗吧 别以为挡着脸 别人就认不出你来了 你贾阿姨看见你了 这个餐馆我知道呀 就在咱们后面的 那条大街上面 你看看 你看看你吃的麻辣火锅 这是孕风能吃的东西吗 你要是想吃 你回来告诉妈妈给你做呀 四季入口的东西 都这么胡来 我告诉你啊 这个习惯你必须得改 以后你的餐食我安排 每天带饭去公司 妈 我 其他的事都可以商量 但是孩子的事情 妈不能让你胡来 妈 你那个孕妇餐我实在吃不下 您也体谅体谅我 而且我已经问过医生了 还有看了很多育儿书 其实主要是不能吃生的 什么医生 什么书啊 当妈的还能害得你不成啊 妈您别生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医生都是外人 那外人能当像亲妈的那样 偷心偷肺地对你好帮你的忙吗 对啊 妈您说的对 我我也是咨询了一些 他们专专业相关的问题吗 我告诉你啊 什么头疼脑子生孩子 这都不是事 妈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 我经常在电视里面 看见那些年轻人指责老人 说我们老人这不好那不好 你说我们老年人帮你们忙 还帮助毛病来了 那我们有这个时间 我们去干点别的 去跳舞好不好 妈 行了 走了 跳舞去了 小白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 没有 我 我看这衣服有点皱 我给它抖一抖 你是怪妈把这衣服给你洗坏了是吗 妈 这个是真丝的衣服 它不能用洗衣机洗衣 行 算我没文化 好吧 以后我洗衣服的时候 一定仔仔细细地问清楚 我一定仔细细细地问清楚 不是 我走了 我走了 小白 小白 爸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订车了 师傅 不好意思啊 我们现在走不了 那个 有着啊 谢谢 这不就行了吗 爸送你就行了 我拿着 真不用了 没事 我就一脚油的事 我又没事在家里边 是吧 我在这能碰到你呢 那就是咱们妇女俩有缘分别 对吧 要是碰不到你呢 我就知道 一定是一鹤接你走了呗 那就是你们夫妻俩的缘分 有个压力啊 来来来来 上车 慢点啊 那我来看 哎呀 怎么了 闺女啊 闷闷不乐的 有心事啊 有心事啊 没有 还没有 我是你爸 我看不出来 我跟你说吧 这跟婆婆在一块生活呀 难免很多家常理短的事 哎呀 也不全是我婆婆 你看 你看 一套就套出来了吧 还说不是 是吧 怎么 想我给你封个 妇女之友的称号 你还别说 你怀孕之后 这有关育儿的书 我真没少看我跟你说 看那个干嘛呀 又不用您帮 也是啊 你说你小的时候吧 我也没尽到 这当父亲的责任 我现在的女儿怀孕了 我就跳出来想当一个老爷 是有点不厚啊 爸 你说这些干嘛呀 这身症这么大 我认识的人就没几个 那有什么事 第一个就会想到您吗 其实 结婚怀孕以后 我有点理解 您当年跟我妈的矛盾了 虽然现在 我还不能像月月那样 但我觉得 有个爸爸挺好的 养儿方之父母心 是吧 不过你现在啊 你可千万别多愁善感啊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 你最主要的 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 我看了几个那个社会新闻 我说给你听听吧 磕头了 讲吧 孩子他老爷 有个夫妻俩 这男的是画家 然后这女的是开画狼子 这夫妻俩呢 就吵架了 那女的因为 她就觉得她老公出轨 然后就给她老公那画上面 全部都泼上那颜料的 她老公一看 行 你不是毁我画作吗 好 我就毁你生命 然后她就把她们画廊里边 目前要卖的 最贵的那幅画 得 也给泼上油彩了 再两口找价 一晚上几个亿都没了 你说二不 这个我之前 看到过新闻啊 看过啊 至于标题没点进去 是画廊 哪个画廊啊 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心里应该说了吧 我没记住 反正挺二的 好 诶 师徒 诶 师徒 你有看到玛丽 还有高总它们去哪儿了吗 哦 我刚看到它们去楼上了 它们应该是去开会了吧 你不知道吗 哦 谢谢啊 这件事对鑫河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你不是不知道 这个时候跟我谈离婚 不太合适吧 我在电梯里呢 信号不太好 回头说 秦总 你也知道了 您今天是来开这个会啊 估计是 现在的损失都还在估值中 我想如果后续这两口子真的离婚的话 必须得跟股东交代 画廊的财产将会面临分割 什么画廊 大西地画廊啊 就是新河重工收购的那家 你没看新闻吗 这个新闻我们早已关注过 觉得对新河的影响有限 至于损失部分该怎么配怎么配吧 而且这对夫妻不是还没离婚吗 这两个人脾气都火爆 太情绪化了 今天吵架 明天就有和好了 当画廊是女方的 男的又是艺术家 万一真的离婚了 会面临财产分割 要是把事情闹大了 可能对新河的上市调研 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不能因为开车有风险就禁止车上路 有问题咱们解决就好了 只要您秦总婚姻幸福 谁离婚无关紧要吧 小白 你回去歇着吧 我们要开会了 秦总 叶小白怀孕了 公司要给他减少工作量 小白 那我得恭喜你啊 先生是做什么的 嫁给管一鹤了 小管 这 不是 管一鹤离开公司 秦总您是知道的 我们丰盛这方面的规定 非常严格的 崔总这么坚守原则 忍心各爱 把小管都逐出门去了 小白 管一鹤现在 在哪家大公司任职啊 胜利金服 她去周胜利那儿了 叶小白 你跟秦总提建议 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声 玛丽姐 事情发生得太快 没有跟您说 刚才我在电梯里 听到秦总 她说离婚对星河 影响非常大 怎么那么巧 再说 即便有再紧急的事情 也要记住 我们是一个团队 玛丽姐 既然秦总意识到 离婚事件对星河的影响 那么丰盛 作为专业的服务公司 就有责任 把所有的风险都告知客户 让他们提前做好 规避风险的准备 从这件事情上 我也发现怀孕 没有影响我的职业敏锐度 如果我真的因为怀孕 就在公司一样天年 那才是对丰盛 所有有生孩子计划的 女同事的伤害 我没那么娇气 既然我拿了这份钱 就要干这份工作 那丰盛的女员工们 还得谢谢你了 玛丽姐 只要我还在一步 我希望我的工作内容 还是和以前一样 大家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不要让我再犯 今天的错误了 玛丽姐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但自从我们上次 聊过之后 我真的意识到 之前是我错了 你真这么热爱工作 我一直拦着你 显得我在刁难 这样吧 你去给马文做助理 她派给你什么工作 你就做什么工作 好 那我去工作了 怎么这么快就定了 那西地画廊那两个 真的协议离婚了 听说早就离了 就是因为怕影响价值 才一直拖到现在 这哪忙得过来啊 这画是男方画的 这女的说她是 艺术品投资人 之前就怕纠纷 她前夫的画都是她买的 是吗 这还有一些 杂七杂八画家的画 有的她买的 有的这男的买的 这协议合同一团造 这帮搞艺术的 谁说不是呢 现在我忙得眼袋 都要炸裂了 节外生枝 怎么还没走 你都没下班 我当然不能走了 说吧 还有什么事 你真要给她派任务 你不怕 大家都是同一个 帐壕的战友 平时没事 掺和掺和几个门就完了 现在大家忙得要死 哪还顾得过来 咱只要把星河重工 这个项目完成的 玛丽一定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大西地两口子要离婚 你呢配合法律部门 去捋一下他们的逻辑 好吗 没问题 我正在看他们的资料呢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千万千万不要有什么闪失 放心吧 不要搞砸了 又不在啊 难道又陪酒去了 真是烦了 烦了 这下都还不能说了 早上说了她两句 你这么晚就还不回来了 妈 我真的是公司有事耽误了 不是什么耗体力的工作 就是整理新闻之类的 文书工作 单位知道我怀孕 都对我特别照顾 什么都不让我干的 真不是跟您赌气 是我下班之前 看了眼交通状况 叫不到车嘛 就刚才在公司待到现在了 好好好 回去再说 大夫妇 大夫 我孩子真的没事啊 我目前看没什么大事 孕中心腹痛可能是生理性的 你不放心 可以明天再来查一查 你体重怎么这么轻 吃饭怎么样 一般吧 那不行啊 要注意保持体重正常增长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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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 观众 下班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拉了份文件又回来取 你怎么还没走 您不也还没回吗 我怎么好意思走 正好在公司加加班学习一下 对了 这是你让我看的说 我看了一些 但是好多都不太明白 有时间你帮我讲讲呗 行 改天 改天跟你讲一讲 我今天真不行啊 我刚喝了点酒 现在就想赶紧回家 好 你先忙我帮你订车 行 金子 你不用送我了 早点回家 我就叫了一个车 两个车多贵啊 顺路先送你回去 再送我回家吗 你知道我住哪儿吗 就是顺路 谁让你是我老板 你又喝了酒 没关系的 我先送你吧 上车吧 师傅走吧 师傅 麻烦您把这个声音 过得小一点呗 好 谢谢 姑娘 这不是你男朋友吧 不是不是 这是我领导 你行 有前途 你领导 我实早得提醒你 真的 不过我倒不在乎这些 哭 只要能跟他学到东西就好 不瞒您说 我就想做我领导这样的人 他工作的时候 整个人都在发光 你不知道我有多幸运 才能跟着他 不 charac 等一等 谢谢师傅 等一下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赶紧回去吧 别啊 你这喝了这么多酒 万一回去磕了碰了的 摔了 没事 放心吧 我酒醒了 赶紧回去 到家了 告我医生 再见 那行 你小心点 还行 走着 妈 怎么了 没事 你喜不顺 我没事 出什么事了 今天晚上都十点多了 我给小白打电话 他还在加班 刚回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什么去了 他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这个孩子倒是有点好 他不会撒谎 他一撒谎就结结巴巴的 你说这个事也还看不出来 被我问得实在没办法了 他最后说上医院了 上医院了 他肚子疼 他上医院去砍急诊了 那医生怎么说 他说急诊医生输了没事 你说能没事吗 他砍的是急诊 但能像正常看病那样 给他好好地检查吗 我就说 你明天跟我上医院去 到富有医院去再检查一下 这就非给我宁 说医生都看了 说没事 正常 他非要等周日 去你们那个 那个什么破的私立医院 去那检查 还说什么 公平医院周日休息 他只有周日有时间 妈 小白 小白 小白说得也很有礼啊 而且他也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是吧 你好好地劝劝他吧 人不大 都心比谁都大 工作抓在手上不放 家庭 生活 什么都顾不上 他就趁年轻了 他还有什么 非得到什么私立医院去生 条件好 有隐私 他怎么平时就无助无义呢 这观念更新很正常吗 你跟我跟小白 年代又不一样 有些想法当然会不一样 总是太沉默 归于平安生活 嫌我做的孕妇餐不好吃 还不让我给你们洗衣服 不管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都不对 我要什么都不做 又显得我对儿媳妇不尽心 妈不是那样的人 妈就是想着 能跟你们多分担一点 为你们多做一点 你们就能省点情省点事不是 现在怎么都成了 我多管闲事了 妈 我去跟小白说 行啊 别跟他说了 他打了一个肚子 我委心得没什么 要能说的 我还在自己这儿哭 哪个孕妇怀孕的时候 没点脾气啊 行 你去睡吧 我已经要睡了 像满日月的空洞 填满那份平安的沉重 所以爱过之后之情重 多愁思练 那我我真不得了 我看得你 我没看得太多了 我看得太多了 你不得了 要是真不得了 你什么就这么难 我镜天 我现在都不得了 你只有肯定 我肯定 你不得了 你妈 我妈年纪大 续她 你就多让着她点 你放心吧 对了 你工作那边 是不是特别不顺利 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找朋友借过钱 你管那个胶纸 一借就是八万块 不用担心 不就是一时周转吗 过两天就缓过来了 没事 那行吧 不过这件事 我做不到撒手不管 我们俩结婚前后 我们的事已经在丰盛内部 闹得沸沸扬扬了 崔总和玛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 我要是还想继续留在丰盛 就必须要做出成绩证明自己 你也跟妈说说 让她对我网开一面 她老说我不在乎肚子里的孩子 我心里难受死了 自己的孩子谁能不在乎啊 好 我去跟她说 你们两个都是我这一生最爱最亲的人 如果你没有什么矛盾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真不 Barbники 到家了吧 早点休息哦 晚安 谁啊 我同事 问我到家了没有 行 要不明天 让我妈陪你去医院 好好检查检查 这样我也好放心 那个孕妇餐 我实在是不想吃了 我今天也问了医生 说没什么科学依据 你也帮我跟妈说说吧 小白 我真的很不希望 你回到家 你们两个就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 跟我虚到这个 虚到那个 我们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情 是不可以当面说清楚的 非要我当传话筒 好累啊 一鹤 你怎么了 没事 到底怎么了 能有什么 还不是因为工作上的事 就是跟公司有些 意见上的分歧吗 要跟我们同学 在设计上 都真的不愿意 比我还要 如果真的有什么不顺利 我大不了回菜市场 这么严重 有什么好严重的 顶多不就是 换个新的地方 饿不死我们呢 你还有我呢 可是现在 你最重要的项目就是 好好待产 我帮你分析过了 星河那个项目 竣工分成的时候 百分之八十五的概率 你再生孩子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你就先别参与了 那怎么行 现在公司正是用人的时候 我不会让你的三百万 白赔的 我要证明 我对公司也是有价值的 你放心吧 我跟妈呀 就是随便唠叨你两句 其实我们俩好着呢 女人嘛 就是喜欢跟自己爱的男人 倾诉一下 你放心吧 以后啊 我绝对不会让你 因为这件事分心 你专家三十五的 至少 你专家三十五的 真的吗 你没有想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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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的 月月 玛丽没说什么吧 那马文不会把 昨天派给我的工作给你了吧 大姐 您上午都打了多少个电话了 平均每半小时一个 我的回答还是跟上一个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再打了好吗 你把大西医的合同处理完了 赶紧回来 我正准备回去处理呢 现在在医院检查 那你忙完快回来啊 好 我忙完了就赶回去 好了齐了 你说这多好呀 医生说你没有什么大毛病 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医生可是说了呀 特别叮嘱 你要好好休息 还有啊 体重过轻 妈 昨天那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你看 这些都是给你开的补品 回去好好吃 我把给你准备的 孕妇餐的食谱 也给医生看了 人家医生说没毛病 所以呀 以后你都得给我吃完了 可不能亏了我大孙子 好 谢谢妈 就算是生之前 你要控制体重 那也不能太轻啊 好家伙 那还行啊 星车会怀个孕 那还能营养不良啊 不会的 你现在这儿等着 我去给你交车去 好 妈 合同的这一页 还有下一页的五六项 我都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更改过 你一会儿再检查一下 姐 你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啊 立志了两天就迟到 没问题 我姐她没有 妈咪让我做大CD画廊的合同逻辑整理 我刚从那边回来 那我们走吧 都要当妈的人了 做事从容一点 别晃晃晃晃晃 先走了 夜幕下的星空 每一刻都不同 各自照耀每一种梦 将把灵魂牵动 而时光太匆匆 我遗忘了沉默 最后爱情总是太沉默 归于平淡生活 我以为我们都懂 形容那份平淡的沉重 不再多一些宽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会普通 过往的岁月不停翻涌 想要填满黑夜的空洞 也许曾未发觉有些感同 让我不经意见忘了伤痛 让我落泪时候也仍有笑容 相信我们会懂 心中那份平淡的沉重 若再多一些宽容 故事的情节是否会不同 过往的岁月不停翻涌 想要填满黑夜的空洞 填满那份平淡的沉重 所以爱过之后只记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